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 其实现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关键是也导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失灵 包括以色列的情报官员说 这一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拥有这么多的火箭弹 也没有预料掉 这样子的攻击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以色列的军方发言人就说了 这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珍珠港时刻 因为看起来所有的系统好像都失灵了 而以色列大家知道 他本身是一个科技强国 在科技方面有非常高超的一个领先 但是他们的情报机构也是非常强大的 也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但是这一次怎么会面对整个西齐 可以说是猝不及防当中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我们就要带您来请教专业 防资源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 苏所长你好 好我们要请教 大家好 苏所长我想要跟您请教说 大家说看起来这一次以色列 我们过去认定它是一个非常军事实力 很强的一个国家 但怎么这一次面对哈马斯的攻击 好像完全被突破了 当中是出现了哪些问题 能否请您带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就像主播说了 以色列不只是军事实力强 其实更重要是它情报战力非常的强大 也就是具有高度的战略预警能力 那么这一次之所以会就是失灵 主要是因为外交上可能以色列就是比较轻忽 因为目前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关系 就是在改善当中 第二个就是哈马斯集团 就是极端组织过去两年也适度的隐藏 他们在准备这一次的突袭 所以等于是说以色列 一方面在外交上想改善阿拉伯关系 二方面用怀楼政策 让加萨区域的巴勒斯坦人 可以就是有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早是这一次被战术突袭成功 那事实上这一次哈马斯集团组织 他们的确是发动了这个闪电弹一般的突袭 我们从几个就是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出细节 包括就是以色列就是很强大的这个磁车战车 也被用顶部 被无人机从顶部攻破 比如说我们以这辆战车模型来做比喻 战车一般来讲就是防御力最强是正面装甲 那这一次就是像乌克兰战场一样从顶部被攻破 接着另外一个小细节突显出以色列是被突袭的 因为他的战车的主炮就是炮衣 也就是所谓的防尘罩并没有拿开 这些都显示出的确是哈马斯集团组织 这次被打了以色列边防部队措手不及 确定成功了 但是要面临的就是以色列的反攻 那现在双方其实可以说是已经进行到一个交战的地步了 那我蛮好奇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竟然是一个军事实力这么坚强的国家 而且全民皆兵 而且他们的国防实力这么坚强的状况之下 哈马斯接下还有胜算吗 您认为说如果现在双方交战的话 他的情势是有可能向上升温还是很快的 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军事实力非常坚强 所以会快速的画下句点呢 我们可以先讲结论就是哈马斯这次赢得了战术胜利 但是是战略上失败 也就是我们军事人就常说的赢了战役 可是会输掉整个战争 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违反非常多的这种 就是日内瓦公约还有人道这种基本的原则 比如说从现场有个照片看 就是仔细去看一些犯罪的机阵 在公路上以色列平民的车辆被拦截之后 那可能很多人都被双手防反 同时是以形形式的就是射击头部 那都是明显对付这种非战斗员一个犯罪的行为 那这会激起全世界的公愤 那第二个目前阿拉伯国家 甚至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已经发表 有声明选择哈马斯集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以色列不只是军事上力量 是可以完全碾压哈马斯集团 比如说以色列旁备部队就有17万人 那在后备部队动员之后可以达到30万人 那哈马斯的武装集团 大概只有两个加强营的兵力 大概就是1000多人左右 所以这是完全无法对比的 再加上就是他采用这种就是绑票的行动 就是把以色列的平民跟部分军人当作漏票 想要抵挡以色列 就激起全世界公愤 所以可以说哈马斯集团是内外接苏 但是我想以色列强大不只是他有行武器的这个 就是说战力坚强 更重要是他们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例如我们看到前总理班奈特已经50几岁 他也是就是立刻向后备部队报到 那全球以色列人有都买机票 赶着回去保卫国家 所以我想这才是以色列真正强大的地方 不只是物质战力而是精神战力 是更为就是坚定的 非常强 等一下我们会再持续的跟这个所长联系 我们先来看到一则新闻 因为其实现在各国的反应开始慢慢都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态度 美国现在当然是力挺以色列的 包括他派了福特号的航空母舰打进群 现在要到地中海去 而且其实当中还包含了航空母舰 飞弹的巡洋舰还有驱逐舰 注意在空军的部分也是大肆的机器的部署 包括F-35 F-15 F-16还有A-10 基本上其实也都是加入了 声援以色列的行列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对外表态了 他说会提供额外的装备还有资源 第一批的安全援助 在数天之内就会到达以色列 这当然是美国对整个战事 还有整个冲突一个反应跟态度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整个战事的现场 还是出现了非常惊心动魄的展面 包括是很多的记者也身处险计 像是以色列持续攻击加萨地区 半岛电视台的女记者当时在联系 就背后一栋大楼就被飞弹击中的 他自己也吓到赶快放声大叫 半岛电视台女记者正准备开口 没想到下一秒 一枚飞弹不偏不已 集中后方大楼 巨大声响让女记者吓到尖叫 记者受到惊吓连声音都在战斗 因为他人就在加萨地区 以色列正对当地发动猛烈攻击 当地时间8号这波空袭 就是以色列宣战哈马斯后的一波行动 加萨地区至少426个建筑 直接被摧毁 当中包括这栋国家银行 也遭到飞弹击中 不只窜出火光 尘土飞扬 地面还被直接炸出一个大洞 米军空袭不断 加萨群众惊慌逃窜 不过过去48小时连番轰炸 似乎只是钱菜 欧美国家接连表态力挺以色列 美军更以实际行动助阵以军 美国防长奥斯丁最新声明 表示已经调派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打击群 前往东地中海 福特号是美军最先进航母 随行的还有四艘驱逐舰 以及诺曼蒂飞弹使洋舰战力强大 尽管美方说不会直接出手 但渴望贺阻蠢蠢欲动的周边国家 TVBS新闻 怀生报导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持续来请教所长 包括我们来看到的 当然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当中 美国到底会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刚刚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有航空母舰 以及相关的战机其实已经要来声援 以色列了 但是呢 以这个俄乌战争来说 我们知道他其实这个战事拖了非常久 也消耗了非常多 包括欧美国家一些资源 但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来化解 或是来参与这场冲突 我想要请所长来给我们更多的分析 这是基于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艘福特号超级航舰它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对以色列战略上跟外交上的一个支持 它不会直接介入 原因在于加沙区域最重要是地面战 还有所谓的巷战 那这本来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拿手的一个就是战绩 所以基本上美军或其他国家军队不用介入 现在美国提供的就是类似提供给中华民国的这个EDA 就是额外的军事装备拿来补强以色列可能在战场上可能会消耗掉了一些精准弹药 第三个刚才半导电视台的媒体都拍摄到加沙银行这建筑倒塌了一个画面 其实就可以预告以色列后续的战法战术 还有这是整个战争可能结束的状况 因为研究这个以色列这种精准打击已经好几年了 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为什么会这样精准的攻击洞大楼 可能是这个哈马斯集团的藏匿的一个基地 原因就在于说他们对于这些建筑物的结构非常了解 同时说使用这种精准弹药有些是减量的 就是它的炸药没装那么多靠洞能破坏这建筑物的结构 让它又向左边倒就向左边倒向右边就向右边倒 用意就在减少这个不必要的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以色列他对于军事武力的使用 有它的分寸所在就是不要扩大战事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这样看 其实巴勒斯坦目前它会发动哈马斯集团的军事行动 是因为部分是要破坏与阿拉斯间的这个和谈 这是要号召阿拉伯世界 头恨式的在对以色列开战 第二个是巴勒斯坦内部的这个就是权力纠会问题 因为其实巴勒斯坦它真正的就是 就是有国家形式的这个政府是在约旦河西岸 也就是以色列的东北方的地方 就是由阿巴斯政府所主导 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外交承认 同时在联合国也有观察员的席次跟办公室 那么在西边这个加拿大区域都比较复杂 目前由阿巴斯的极端股肢所主导 所以这也涉及到巴勒斯坦内部的权力的纠会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预告就是以色列 它在军事武力的使用部分 会考虑到政治的这个平衡 也就是它不会让这个战事拖延太久 或是扩大避免阿拉伯国家卷入 如此才可以确保以色列的这个就是长久的这个和平安全 最后我想就是这一次的事件也给我们一些启示 也就是说真正的和平是需要靠实力的 相关的这种就是和谈或外交的斡旋会有帮助 可是你要有足够实力才可以真正确保和平 同时以色列这次铁穹系统 它其实还是发挥难解的作用 那只是被超量的这个火箭弹给保和掉 但是也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其实它这个相位阵列雷达 也就是它所谓EL两重发射这个雷达 很多的这个就是蛋花加冰电 很可能都是由台湾提供的 所以象征着我们可以结合国防跟科技的这个需求 来确保我们国家安全 这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尼巴冲突中 看到的一些观察跟一些启示 我们在今天也非常谢谢所长接受的访问 提供这么精密的解析 谢谢所长 好 谢谢主播 谢谢各位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现在大家也在有一个问号说 哈马斯真的有办法策动这么突袭 而且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袭击的行动吗 针对以色列 我们就来看到到底后面是不是有幕后主使 现在有国际媒体认为说 其实就是伊朗了 主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它联合了四个的激进组织 这个多线的来攻击全面扼杀以色列 同时希望可以破坏 这个以色列还有沙烏利阿拉伯的一个正常化的关系 因为现在在中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解潮的开端 但当中是不是有人有国家想要居中破坏呢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国家还有相关单位也都在表态 到底是不是伊朗做的 美国的国务卿弗林肯是怎么说 他们说目前还是没有发现证据 但当中必定有所谓的长期关系 而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又是怎么说的 他说全全都是巴基斯坦还有哈马斯的决定 但是他也承认说的确他没有拿到所谓的伊朗的资助 而且是长期的资助 再来伊朗的发言人也说了其实支持 但没有只是行动 这是联合国的伊朗发言人说的 那以色列的高级官员是怎么回忆的呢 他说一旦发现伊朗涉入在这一次的攻击事件突袭行动的话 一定会予以反击 而现在以色列基本上已经是对哈马斯正式的宣告开战了 那么再来看到其实现在这个冲突不只是在伊朗 不只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国境之内 似乎也延烧到很多的国际社会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美国了 因为现在支持以色列还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两派人马 都跑去了纽约的时报广场 游行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虽然说现场看起来是非常平安的 但是警方其实可以说是绷紧神经 因为他们非常担心会有所谓的孤狼式的攻击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半世纪最严重冲突 美国纽约也感受对质气氛 周日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派人马 各自现身 纽约时报广场 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尽好是为活动大致和平 带美国警方开始绷紧神经 以针对犹太社区的教堂加强巡逻 因为光去年美国反犹太案例就高达3697件 比2021年时增加了36% 加上这次事件被形容为以色列版911 美国多家航空公司被迫调整航班 由于哈马斯挟持了人质州也包含美国人 美国已决定派出福特号航母战斗群航向地中海 表达捍卫盟友的决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定调哈马斯的行为是恐怖攻击 他也呼吁多年来暗中力挺哈马斯的伊朗 别健烈欣喜趁乱搅局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也是以巴冲突当中50年来最严重的攻击 但其实对全球经济恐怕也是一场恐怖攻击 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在这个过去几年来说 全球的经济就受到非常多的一个环节的影响 第一个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 2019年年末当时的新冠疫情全球封锁 也造成了供应链大断裂 所以全球经济陷入个停摆甚至接近崩溃的状况 没有想到到了2022年的时候 当时二乌战士其实也让全球的经济 还有呢相关的出口粮食也都出现了相当大的锻炼危机 而现在以巴冲突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在10月7号发生的这个冲突呢 有没有可能也让全球经济再添变数 现在很多的分析师很多的观察家都在观察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他很明显的会为全球的经济带来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国际货币组织是怎么做的 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去评估所谓的尾巴冲突带来的经济后果 可能还有一点早 但是其实在石油的市场还有股市上 恐怕会立刻很快的出现一些反应 那北方信托银行的首席经济师他就说了 其实任何的经济的不确定性都会延迟决策增加风险溢价 尤其是大家对油市开盘的走势会感到担心 会不会也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失去平衡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在以色列的股市部分 在周日也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而且国际油价也很明显受到了影响 周一开盘大涨超过5个百分点 专家就说虽然说目前的情势还不会变成石油危机 但是短期间的波动是一定会有的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台股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突袭 造成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紧张 不过现在还有全球的金融局势也受到了不确定性 尤其是以色列的股市受到严重冲击 投资人信心溃散特拉维夫TA35指数 周日开盘大跳水近4% 最后跌幅更扩大近7% 是202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 战争风险再度重返市场 也推动国际油价涨势 周一开盘布兰特原油12月期货 大涨5.23% 变成每桶89美元 以色列跟这些产油国的这些关系 其实在现在有一些改善 然后反恐也变成是一个世界的趋势 所以我是认为 就是当年发生的这种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当然就减少许多了 学者认为依照目前请示 不至于酿成石油危机 但要是冲突升级 将美国和沙物地产油国卷入产生对立 甚至哈马斯或其他国家和俄罗斯结盟 结合俄乌战争 影响能源与粮食供给价格 也会造成全球经济局势震荡 海股大概如果说是 因此而受到美股联动的影响的话 那应该所有的这种 不管是船长还有高科技股 基本上都是会受到年代的影响 专家说明黄金和白银价格可能上涨以外 以货币来说可能转向美元欧元或是日元 也代表台币会贬值 对台股造成影响 但要是避险资产流向亚洲股汇市 也可能成为支撑力道 宜巴战争持续延烧 专家市井关注油价和大国动向 要是冲突扩大不止台湾 全球都无法独善起身 TVV新闻连安章慧仙台报道 TVV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